这个美男子是袁墨枭雄陈有亮 他正背着金条跪在黄州城前 三十里外 义军元帅倪文俊 正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来 得知城外只有陈有亮父子 倪文俊直接开导城下质问 陈有亮 你夺我的粮草 杀我不输 娶我的黄州城 你为何如此 有亮误听奸人调索 得罪了大帅 陈有亮抛出无关紧要的理由 然后放低姿态展现出诚意 愿意奉还城池并请大帅治罪 倪文俊扫视前方并无异常 便斥他还杀害自己的守将 陈有亮愿以自己的人头抵罪 只求大帅宽恕无辜的部下 倪文俊绕到背后挥起利刃 陈有亮害怕得紧闭双眼 妻子陈里也经得侧目而逝 倪文俊见陈有亮如此诚恳 便不免动了恻隐之心 收刀入窍宽恕他的罪过